世大无主,生依无我。世大没有自信,这个叫做自信,自信,自己自信,无自信,地,水,佛红,全部都是无自信。 世大无主,生依无我,这个身体也没有什么叫做我。 所以禅宗有一句话不是讲吗? 未生我前,我是谁?生我之后,谁是我? 我还没有出生以前,我到底是谁?我出生了以后,谁又是我? 大家以为说现在的我就是卢圣燕,卢圣燕是假的。 为什么这个卢圣燕上个字是假的? 那是父母给你起的一个假的名字,他要给你起成什么?就是什么。 这名字根本就是虚幻,很虚幻。 卢圣燕就是卢圣燕。 我讲过台湾的富吉普查,有16个卢圣燕,哪一个是真的卢圣燕? 卢圣燕根本就是假的。 那我呢?你以为你这个身体是你啊? 它是无常,变来变去的。 也不是你,这个身体也不是你的。 你以为你能够控制你的身体啊? 你想跪都跪不下去,我告诉你。 当然年纪大的时候,一跪下去就爬不起来。 你不想跌倒,但是他会给你跌倒啊。 身体是你的吗? 都说到了老的时候啊,手叫你抬起来。 你也抬不起来。 抬不起来。 手是你的吗? 手也不是你的。 眼睛也不是你的。 你想看得清楚,看了半天还是模糊。 牙齿是你的吗? 人生七十岁才开始,七十岁才开始掉牙齿。 真的,这个身体不是你的。 你以为你是谁? 所以我们经过了。 你看,刚出生的时候。 然后,读小学的时候照一张照片。 初中照一张,高中照一张。 读大学,带学士帽照一张。 会变的。 你看,你看我那个学士的那个。 我的耳朵很小。 跟现在的耳朵完全不一样。 完全都不同了。 不一样了。 都不一样了。 我以前眼睫毛很长。 不用装假睫毛。 现在快掉光了。 这不是你的。 头发也不是你的。 我为什么出家? 十几岁的时候开始掉头发。 所以干脆出家算了。 头发也不是你的。 你想要怎么样? 皮肤也不是你的。 它要烂就烂。 你以为什么东西是你的? 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。 所以,四大无足啊。 没有自信啊。 身一无我啊。 我也不是这个身体。 这身体也是让你暂时用而已啊。 有一天这个身体就腐败了。 就在双年境界了。 烧成飞了。 你身体在哪里啊? 早晚也是没有的。 所以我们也不用执着。 再漂亮的小姐啊。 都会变成没有牙齿的老太婆。 我讲过一句话。 这老阿公跟老阿婆两个哈个一下。 抱一下。 这肋骨断了好几根。 哈个一下肋骨就断了。 我告诉你还有更严重啊。 打一个喷嚏。 肋骨断了好几根。 到老的时候你就知道。 世大无足啊。 身一无我啊。